在中国娱乐圈广阔的宇宙中,有一个充满好奇的神秘正在不断引发观众的疑问,赵露丝和陈哲远之间的关系秘密是一场假扮还是一段严肃的感情开始萌芽? 让我们一起探索并深入了解他们幕后世界,揭示他们充满神秘的举止和眼神背后的真相。 赵露丝和陈哲远之间的感情之谜,是玩笑还是认真? 在中国娱乐界,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著名女演员赵露丝对男演员陈哲远的感情是否只是一场玩笑? 由于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密切联系,许多人对这段关系的严肃性提出了质疑。 根据一些消息来源,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常被描述为一种玩笑或好友之间的调侃行为。 然而,有一些具体情况引起了人们对这段关系的严肃性的怀疑。 许多观察者注意到,两人的行为常常非常亲密,具有模糊的情感表达,使得情况变得复杂和难以理解。 有具体迹象表明,赵露丝对陈哲远的感情并非认真,只是一种玩笑。 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甜蜜的时刻,但随后又否认了严肃的关系。 尽管这段关系的外表看起来像是一种玩笑,但许多人仍然关心这两人之间的感情是否可以从玩笑演变成严肃的关系。 这个故事的背景复杂性也凸显了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观察者认为,赵露丝和陈哲远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可能是来自公众和娱乐产业的压力。 误解和未经证实的传言也可能为这种复杂性增添了一分。 在这种背景下,关于这两人之间感情真实性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未解之谜,吸引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赵丽颖、林更新与凤杭今日召开发布会,定档3.18王炸来袭。 今日与凤杭剧组召开发布会,齐观博也发布了喜乐三界预告,将于3月18日在湖南卫视、腾讯视频、芒果TV同步播出。 今日发布会现场,赵丽颖一席与杀仙女群亮相,仙气飘飘,实在是太美了。 同时赵丽颖谈及和林更新二次合作时表示,这次觉得新歌特别有幽默感,特别宝藏的一个人,很有梗,也很风趣幽默。 不光有好看的皮囊也有有趣的灵魂。 林更新在发布会上送赵丽颖兔子灯,让观众直接梦回楚桥传。 与凤行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贤猪儿生的必仓王沈黎与神君行止的爱情故事。 在仙魔大战中,独居天外天的最后一个,神君行止林更新是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此后却神踪难觅。 而身为魔戒贤猪儿生的女王叶沈黎照丽颖世,在她千岁诞辰之际,却遇到了政治联姻。 逃婚路上,她被打回凤凰原形,负伤坠落人间。 重伤昏迷之际,凡间小贩将她当作肥鸡,拔光了全身的毛,关在笼中带兽。 随后,沈黎被刑职买回家。 二人在相处中逐渐生出了情愫,命运也紧紧缠绕在一起。 当初两人合作的楚桥传赋予了林更新与赵丽颖这对荧幕情侣无尽的魅力。 他们的默契配合与深情演绎,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与追捧。 如今,这对荧幕CP再度携手,犹如再次点燃的星辰,必将擦出更加耀眼的火花。 相信这次,他们必将为我们呈现出一场更加精彩绝伦的演绎盛宴。 与凤航今日召开发布会,赵丽颖和林更新再度携手合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期待。 这部剧的官方微博也发布了喜乐三界的预告,预告片令人期待,充满了神秘与惊喜。 据西雨凤航将于3月18日在湖南卫视、腾讯视频和芒果TV同步播出, 让观众们不用等待太久,就能欣赏到这部备受期待的作品。 发布会现场,赵丽颖身穿一席羽沙仙女裙,飘逸优雅,散发着迷人的仙气,令人眼前一亮。 她在谈及与林更新的二次合作时,充满了期待和赞美。 赵丽颖表示,林更新在这次的合作中,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幽默感, 她称赞她是一个特别宝藏的人,充满了幽默和风趣。 这样的评价也引发了不少粉丝的期待和好奇心,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两位演员的默契和表现。 林更新也在发布会上给赵丽颖送上了兔子灯, 这个举动让观众们直接联想到了两人曾经合作的《楚桥传》。 这部古装剧曾经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赵丽颖和林更新在剧中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因此,这个小小的举动不仅是对两人过往合作的致敬, 也让观众们产生了更多的期待和猜测, 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带来精彩的演技和故事。 与凤行的定档也让不少观众感到振奋和期待。 这部剧集的题材备受瞩目,加之两位主演的领衔, 让人们对其质量和表现都充满了期待。 而与此同时, 湖南卫视、腾讯视频和芒果TV的同步播出也为广大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无论是电视机前还是手机屏幕上, 都能够随时随地欣赏到这部剧的精彩内容。 总的来说, 与凤行的发布会吸引了众多观众和粉丝的关注,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再度合作也让人们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希望这部剧能够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成为一部不容错过的佳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